好運旺旺來 姚文智 看到菜頭 包子 粽子 鳳梨 一樣樣遞上來 姚文智接得手忙腳亂 卻笑得何不龍嘴 謝謝 謝謝 假日清早走進木柵市場掃街 姚文智一行人氣勢很旺 不到半小時就有四顆鳳梨入袋 而來到這裡 姚文智是格外親切 我是正大畢業 其實木柵市場 也算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市場是最草根 最接地氣 最貼近市民生活 財經木柵藍軍大本營 氣勢不能輸 民進黨大安文山選區議員 小雞幾乎全員到齊 擺脫票房毒藥形象 有最新民調指出 姚文智7月30支持度僅5.4% 一個月時間來到14.9% 整整翻了三倍 市場比消 越來越多更多人清楚地表達 我相信後世看長 不只山耕台北市 姚文智也安排行程出訪泰國 受其民進黨部籌組的泰國後援會 不過才剛回國就傳出 對岸為打壓新南向政策 提醒海外華僑若回台參加今年國慶 未來將難以申請大陸簽證 中國的打壓無所不用其極 尤其首都的選舉 那這是我們要共同面對 我想台灣要維持一個自由民主人權 這樣的一個最基本的生活方式 選政將近面對對岸打壓一樟結一樟 姚文智用自己的步調讓台北國家首都被世界看見 突破外交困境 歡迎新聞廖安普張遠春 台北報導